今天一节的《拥抱思路》团队当中 有一位女性摄影师陈若萱 那么由于之前呢 加拿大的女跑者Jody退出 让她变成了这一次思路旅程当中 唯一的一个女人 不过呢在伊朗这个国家 非常的男女有别 因此这一次的挑战思路的过程当中 她克服了很多文化的冲突 我们带您一块来看看 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条思路 如果你是一个女人 你去跑思路 你最需要的不一定是运动鞋 但最需要的是一条头巾 那用来遮住女人的头发 在伊朗不要露出女头发 这一天思路团队就遇到一名 伊朗的女跑者 她穿了一身黑 头上包着蓝色的头巾 因为她的头发 不能让任何男性看到 天气很热哟 她显然没有穿运动服 跑到告一段落 开心地得到奖励品花缺一枚 伊朗是一个严格执行 男女兽兽不亲的国家 这一天若萱在伊朗境内的思路上 旁边的草地里发现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的手背上 刺了三个字母叫做REM 她对这个在帐篷里的REM帅哥 非常好奇 她要怎么以在法律严格执行 男女兽兽不亲的国家里 完成她的采访呢 你想问她什么 想问她的家人 是不是结婚了 有没有生涯 没关系 两个人就这样急筒压奖 说着说着 曹地帅哥把手上的戒指拔下来送给她 这种行为在伊朗不知道叫什么 但是在台湾呢 叫做求婚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若萱第一次撬头了 因为我跟警察叫回来 因为警察的功能有的时候是男女纠察队 她没有说家里 她只说是车子上而已 所以这样讲的话 你觉得是可以说不通 REM帅哥给女摄影师表演主厨秀 若萱在一旁拍得很起劲 在伊朗这个严格以法律规定 并且执行男女受受不亲的国家 若萱是外国来的女人 依照法律规定 她非得入境随俗不可 她一边拍照 一边拉住自己的头巾 原来REM帅哥在女摄影师的镜头前 完成了主厨秀薯条沙拉 思路的挑战除了体力 也是文化冲突的挑战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自己的思路 但是人们的心是否已经准备好 接受一个来自不同世界的文化呢